这次个股推介是友邦1299 经济日报投资业划减选原因 友邦业绩直接受惠于内地疫情风控放松和经济复苏 广州多区解除临时管控 多地管控也轻微松绑 2022年上半年 内地市场占友邦整体新业务价值33.6% 最大的单一市场 其次是香港 香港占19.3% 今年第三季内地市场新业务价值岸年增长6% 公司解释当季疫情压制措施放宽 上海业务活动回升 令销售势头大幅改善 证券商美银说 如果内地保险市场增长好过预期 友邦固然得益 受惠于省市版图扩张和高端客户优势 相反 如果内地市场增长缓慢 与其他保险公司相比 友邦香港业务仍然稳定 加上东盟市场较快复苏 可以抵消负面影响 所以友邦债保险股之中 平衡投资支损 友邦股价昨日升2.4% 收报80.35元 年日出现突破 但短期升势过急 可以在突破位大约77元收集 下站上网7月初价高位大约86元 还是换表现 资云在前方 比can 西洋 大约 高位大约 大约